杨子首家文化传媒公司成立了,法定代表人是杨子本人,其实他早几年开始就有要转型资本的想法,他拍的很多剧自己都有投资,开公司的下一步就是千新人再买新人。 这种模式跟家型差不多,以后还能马班底拍自制剧,有时候粉丝不用给自家郑主惯上一个只想做好演员本职的帽子,有些艺人也有自己的志向,像杨子不止一次被说不会选剧本,要是好好选剧本的话,现在朝他的人也能少很多,但他挑剧本有其他考量,不只是拍一部剧而已,会更重视除剧本外的利益得失,这么说粉丝应该也能懂,艺人有伤人心理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。 杨子蛋糕事件的热度已经快过去了,以后最多就是被炒几句,影响远没有胡辣汤那么严重,手头资源包括赛坛的商务,都没有因此黄调,就是调了一波路人员,首先就是受身高限制,可供他挑选的剧本其实并不多,很多角色,他都撑不起来那种感觉。 其次,从他团队到他公司,口碑风评并不好,已经有不少业内人士吐槽,仗着小伙了一波,各种作妖,如果后续作品质量跟不上,他也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了,营销出来的热度不会长久的,圆珊珊兜兜转转,还是得靠身材薄热度。 他为了维持身材私下一直有在健身和控制饮食,但现在,即使秀身材热度也没怎么见长,算起来,他已经快一年没进组了,粉丝一直在催他进组,他前几年戏多的时候,一年能拍三四部,现在能接触到的剧本少了很多,还一直无效播剧。 欢乐送李浩飞的角色,一开始定的是孙谦来演,包括这部剧开机的时候,也官宣了孙谦,孙谦还参加了剧组的很多宣传活动,不过, 他都进组拍了一个月,没想到,还被剧组换了,用李浩飞顶上,要真是亚戏的话,不就无缝进组另一部戏了? 李浩飞靠着旧场的通稿,挽回了不少路人员,他在剧中的演技比较一般,团队一直拿他是去旧场来说是,网友也就没对他太上钢上线,李浩飞后台挺厉害的,当初去快乐大本营主持,也是空降兵去的。